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陆官方27号通报过去的24小时再新增47例本土确诊 其中无症状的感染就有2631例 而才说不封城的上海市官员立刻宣布从28号凌晨5点开始 上海分两批封闭筛检 那么也因此大批的上海市民在超市排队购买民生物资来除粮 而且货架全部都被扫空 从28号凌晨5点起先封锁浦东 浦南等地区4月1号解封 而第二批浦西地区就从4月1号封锁到4月5号 有网友形容这项促失等于冻结半个上海 不只住宅社区采封闭式的管理 大众运输也暂停行驶 外送跟快递也得无接触的配送 不过官方保证会确保水电还有燃料是供应正常的 只是在这个时间点还有超商业者趁机烘台物价 现在上海一颗马铃薯要价台币200多元 大白菜一颗350元 一颗大白菜77.9块人民币 相当于350块台币 一颗卷心菜81.4块人民币 相当于352块台币 上海民众吐槽 广州非上海的机票都没有一颗卷心菜来得贵 上海疫情严重 一天新增2646人 上海高岛屋这时候还有人大赚灾难财 实在不应该 当地政府决定对高岛屋处于最高罚还上限 220万台币 可能很轻微 有些少可能有些气喘 你跑得快或者什么都有些少 可能需要个康复期 镜头转到香港 两位一组一工正在对天水社区发送物资 有香港议员表示 收到超过6000个求助电话和信件 显示香港目前防疫人手仍旧几缺 自己种了之后都其实都很辛苦的 很多物资上的东西都是需要家人帮手拿过来 有些家庭或者有些独居的可能真的出不到门口 需要有人帮手的 我自己已经种过招了 那就觉得再种的风险其实是低很多 香港青庄的建制派作家 区颖言脸书怒接 他在检测市建染疫生亡父亲最后一面时 亲眼目睹香港医疗系统崩溃的惨况 全是一个个没了呼吸的老人 有的全躯身体 有的死不瞑目 有的张大了口 病房内每一条生命是活的 死了这么多人 有官员为他们穿过一天黑衣 系过一条黑围巾吗 如果你们真的对老百姓丢命没感觉 我们无话可说 但作为死者家属 只想说一句 请别笑 道见死者家属对港府防疫不利的心寒和愤慨 TV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在我们线上的是TVBS北京特派记者敏珍 那么刚刚在新闻当中我提到 上海现在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连带连物价都跟着飙涨 而现在最新的疫情情况 请敏珍替我们说明 上海疫情防控最新消息 当地官方昨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临时宣布将以黄浦江为界 把上海分成东西两个区域 分时段进行封控 先封东边为期四天 公车地铁渡轮都得喊停 民众被要求逐步出户 四天以后换封普西 这样的情况 其实很多上海人都非常的不理解 他们认为如果疫情很严重的话 在其他的省份早就是一次全部都封 为什么上海要分次封 难道是上海的经济比人命还要重要吗 其实针对上海市全封城的情况 就有专家做出解释 他认为上海这座城市不只得承担当地民众的经济生活 也要负起对全大陆甚至是全球的经济责任 他就举例了如果上海一旦按下了暂停键 那货轮就只能飘在海上 对于不能卸货不能进货的情况影响的层面就会非常大 上海的疫情很紧张 但让地方政府更头痛的是失控的物价 一颗大白菜含价含到了335元台币 一颗马铃薯也卖到了224元台币 虽然有超市出面表示 那是员工把售价的标签贴错了 马铃薯已经回归到合理的价格 但这样的情况也让上海人非常生气 认为这样的菜价都比飞往广州的机票还要贵 所以当地官方就说了 如果现在再发现到商家恶意哄台价格 赚灾难财的话 将开出最高1350万台币的罚单 另外其实在上海除了菜价以外 很多东西都变贵了 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因为疫情大家都不敢出门 所以外送外卖的需求提高 不过因为现在外送外卖的人是缺乏的 所以运送的成本也提高 另外一个部分是外省的菜要进到上海 也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在物品没有办法稳定供应下 价钱也跟着水涨船高 另一方面香港第五波疫情非常严重 而且还导致民怨不断 劳服局日前才声称会成立一个检讨工作小组 但是27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出面澄清 她说因为现在的人力都在防疫 不应该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检讨过失要交给下一届的政府来处理 香港第五波疫情确诊和死亡人数激增 造成了医疗量能崩溃 不少长者需要露天躺在病床上后诊引发民怨 认为港府太轻呼疫情了 翻开香港疫苗的接种率 目前接种了1490万4460一剂 有打过一剂的占92% 完整打完两剂占84% 其实疫苗的覆盖率都有达八九成 但三到十一岁只有16%有接种 80岁以上只有42%有接种 换言之年纪太小或太大了这两类人 造成了疫情严重破口 因此香港现在需要实施上门施打服务 为胃打针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或行动不变的人接种 可以让住在这些有数据显示感染风险 可能较高的屋邨或者屋苑 而有未接种疫苗的长者 尽早得到疫苗的保护 目前香港累计确诊100万2741例 累计死亡7101人 港府是否应该成立疫情检讨委员会检讨过时呢 如今港府计划4月底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专家担忧一旦放宽 恐怕又会引爆第六波疫情 TVB新闻严瑞生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 继续请教敏珍的是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大陆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 只有大量的进口 像是小麦还有玉米等古物 特别是现在物恶开战之后 大陆又要如何因应 像是古物短缺的问题 再交给你 恶物开战导致通膨恶化 全球的粮食价格都在明显的上涨 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 大陆早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就大量的进口玉米小麦 还有重要的谷物 成为现在全球缺乏谷物状况 准备最充分的国家 美国农业部一份报告就显示了 大陆现在手上握有全球一半的小麦 还有70%的玉米 另外一家农产品供应商也表示 大陆从2020年就采购了 比前一年多26%的重要谷物 到了2021年 他们又增长了11% 直到今年一二月还在追加订单 之前就有大陆官员说过了 现在的大陆的小麦储备量 还可以用18个月 埃及政府则说他们的小麦 只能用4.5个月 这就可以看得出明显的差异 其实针对全球的粮食储备量 有专家说目前还算是稳定的 预计今年小麦玉米等重要谷物的储备 跟需求量的指标是落在29% 还没有到要非常紧张的程度 至于在俄罗斯因为遭受到制裁 现在境内的民众担心买不到药 也掀起了一波囤货潮 统计从最近一个月开始 俄国人在两周内 抢购价值将近300亿台币的药品 在俄罗斯的药局里 民众排队等结账 部分人害怕俄国因为受国际制裁 未来可能买不到外国所生产的成药 因此各地出现囤药潮 照样大的像是抗忧郁 安眠或心脏相关药物 在俄乌战争这段时间 统计从2月28号到3月13号 两周内民众买的药品量 已经相当于整个一月份的量 不过有俄国民众乐观看待 不怕会缺药 也有人认为 就算买不到进口药品 也有替代品可以使用 家似请上市 有哪些产品 要比较少于产品 我们上市 更根本的产品 产品 更yorum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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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产品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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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廠高層說供貨沒問題 因為業者不會捲入國際政治與制裁的紛爭 目前藥品人持續進口 但主要是因為民眾恐慌性搶購 才會在藥局出現排隊人潮 最新消息一起來看 美國總統拜登在華沙發表的演說 點名俄羅斯總統普清是筷子手 不能繼續掌權 而這番言論也引發了爭議 面對拜登的這項說法 法國總統馬克宏星期天表明 他不會使用拜登的相關措辭 呼籲國際要克制言行 也強調首要任務是協調停火 通過外交手段促使俄羅斯軍隊撤出乌克蘭 而馬克宏透露這兩天 將再度和普清通話 討論馬利波居民撤離的問題 而法國極右派領袖兼總統候選人 馬林雷鵬也支持馬克宏的立場 形容拜登的言論是火上加油 至於仍在以色列出訪的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出面澄清 他表示美國並沒有要顛覆 俄國政權的戰略 接著還要來看到目前我們TVBS在採訪團隊 抵達德國的柏林 目前已經有超過24萬名的烏克蘭難民湧入 在中央車站外面 由愛心團體助手提供協助 柏林中央車站月台上擠滿旅客 這輛列車從華沙出發 載著滿滿烏克蘭人抵達柏林 加上烽火連天 只能趕緊逃難到德國落腳 重新生活 大批的烏克蘭難民抵達柏林中央車站後 跟很多的歐洲國家一樣 愛心團體以及政府 就直接在戶外設置帳篷 給予最及時的協助 原道的柏林 雖然由當地政府和民間團體提供協助 但先前逃到波蘭 語言和烏克蘭語相近 半年內就能上手 德語可不是如此 語言不通 下一步該怎麼走 這名烏克蘭人坦言和波蘭人溝通 比和德國人容易 但面對這波難民朝 長期旅居德國的台灣人 也提出不同看法 德國的角色 在國際上的參與貫眼 要擔起一定的責任 所以歷年來 他們參與軍工 然後外銷 跟一些貿易等等 這個部分也有他們的能量 可以來做這些收納難民的事情 德國過去就多次迎接難民朝 這回大批烏克蘭人遠離戰火 逃到柏林 目前已經湧入24萬人 但隨著烏克蘭人不斷入境 也陸續出現反戰活動 俄軍入侵烏克蘭之後 引發了西方國家的大法 可以看到在德國社會 也是有民眾自發性的直接 在俄羅斯大使館的對面這個空地 設置一個烏克蘭的自由廣場 廣場上擺放鮮花 也點上蠟燭 倒年在這場戰爭中不幸罹難的烏克蘭人 另一區看了讓人鼻酸 白免布偶和玩具 紀念逝去的孩童 上頭也有標語 痛批普親是屠殺者 烏克蘭戰火還沒停 烏克蘭人只能占別家鄉 但該怎麼展開新生活 也是考驗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已經超過一個月 而現在烏克蘭談判代表 在臉書宣布 下一輪談判將在28號到30號 在土耳其舉行 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接受俄羅斯獨立媒體訪問時也預告 可能會和俄羅斯討論的問題 一起來聽 贊蘭斯基也說 烏克蘭準備好討論中立國條款 但前提是要有第三國的保證 而且相關條款 一定要經過公投的同意 同時也提到可能會談論 烏東頓巴斯地區獨立主義的問題 不過親俄的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領袖 帕塞奇尼克表示 很快也會舉辦公投 決定是否加入俄羅斯聯邦 由於這和2014年俄羅斯 兵吞克里米亞半島模式很像 所以烏克蘭外交部就痛批 這沒有法律效力 也會激起國際上更強烈的反彈 烏克蘭戰士再度告解 他們表示成功收復第二大城 哈爾科夫東部要塞城市 維爾基夫卡和馬拉羅漢 總統澤倫斯基也對酸 也開酸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懼怕 哈爾科夫東部接連爆炸 烏克蘭軍方成功收復戰略要塞 維爾基夫卡和馬拉羅漢 是其大陣 總統自然斯基在港西方 很雖然西方領袖 說懦弱 懼怕俄羅斯不如烏克蘭 而先前在波蘭和拜登會面的烏克蘭外長和防長 口徑一致砲轟 歐洲國家 戰場上沒收了二軍坦克插上藍黃色國旗 展現烏克蘭人捍衛國土的決心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不過另一方面 烏克蘭北部戰略要塞切爾尼戈夫 遭受到俄軍火力圍剿 有平民遭受炮擊 喪失聽力 還有外國媒體邊採訪 還得邊躲避無情的炮火 巨大爆炸聲傳來 Sky News採訪團隊想進去烏克蘭北部戰略要塞切爾尼戈夫 卻遇上炮襲 慌亂中跳上車 俄軍以強大火力圍困 外面的人進不去 裡面的人好不容易才找到出路 卻馬上被俄軍圍堵 一路上爆炸聲不停 路邊逃難的人站著又趴下 好不容易找到體育館 一行人就地避難 同行的烏克蘭民兵趁著空檔和家人視訊 等到危機解除 再度上路 卻看見無辜被炸的平民 齊爾尼戈夫從開戰以來遭到俄軍封鎖 當地距離首都基府僅130公里 是北部陣線的重要樞紐 鏡頭另一邊 波瀾邊境 成功逃出來的切爾尼戈夫居民 累控俄軍殘暴 她說他們在病院裡放在餐廳裡 在餐廳裡裡 他們在煮飯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要吃 在水餐廳裡 甚至一女人 跟一個白鞋子 和一個孩子 他們不看見 他們只看見 民眾成了俄軍肉把 烏克蘭人的苦難看不見盡頭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也有人不滿俄羅斯發動戰爭 不只在歐洲掀起反戰示威活動 連俄羅斯議員也在公開場合 表達反戰立場 甚至有一對俄羅斯的年輕夫婦 帶著女兒離開家鄉 到土耳其生活 無法容忍引爆戰爭 這對俄羅斯夫妻 帶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 全家離開俄羅斯 來到土耳其生活 本身在俄羅斯是一位物理學家 妻子則是老師 寧願放棄當地的工作 也看不慣普親出兵攻打烏克蘭 根據統計像他們這樣的年輕高知識分子 在開戰十天內 就多達二十萬人選擇離開 不只一般民眾 就連俄羅斯議員也反對 女議員完全沒在怕 在公開場合大聲反對引戰 就算有議員之一 她也毫不畏懼 波蘭華沙街上聚集民眾反戰示威 尤其裡頭很多都是白俄羅斯人 甚至大批民眾躺在地上 象徵烏克蘭死亡平民 倫敦和捷克同樣舉行反戰活動 現場高舉烏克蘭國旗 民眾紛紛站出來力挺烏克蘭 畢竟俄武戰爭世界都在關注 反戰聲浪一波接著一波 Tuber新聞綜合報導 還有這一群人非常需要幫助 很多即將生產的烏克蘭產婦 只能一邊躲空襲邊待產 而路透社獨家採訪到一位烏克蘭的婦女 記錄她進醫院生產的過程 37歲的烏克蘭婦女塔瑪拉 挺著大肚子在醫院走動 懷胎已經逐月隨時都有可能生產 但她所在的烏克蘭城市尼古拉耶夫 最近頻頻遭遇二軍炮擊 令她相當不安 其實這好像是在另一個國家 如果昨天在家庭裡 當然是在對醫院500米 很害怕 但已經不太害怕 因為你會習慣到這個 其實很害怕 俄羅斯軍方密集空襲 烏克蘭南部造船重症尼古拉耶夫 許多民宅醫院都嚴重毀損 這間精神病院 21號才被炸彈襲擊 距離婦產科醫院只有幾棟樓 塔瑪拉接握同胞罹難的消息 也不免替肚子裡的寶寶擔憂 訪問結束沒多久 塔瑪拉就被送進產房 她選擇自然產不斷痛的娃娃叫 家人在門口焦急等待 一聲出來報好消息 塔瑪拉母女君安 小女嬰躺在媽媽胸口 這真是戰生發生以來 最美好的畫面之一 女嬰取名為卡蒂亞 帶有純潔與完美的含義 負責接身的醫生和護理師 臉上也洋溢著笑容 臉上的戰火讓烏克蘭人民陷入悲透 新生命的到來給大家帶來希望 這是很難說 這應該會說 我們是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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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照顧,那什麼事 都還會生成了 新世一年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希望我們會發生 好早就 我們會活到 全都會好 我们的孩子都不会看到这些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孩子都不会看得到 我们的孩子都不会看得到 面对战争 现在很多妇女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学习保家卫国 像是乌克兰邻近的爱沙尼亚 也担忧战争波及 不少女性开始主动报名 参加军事训练课程 配合专业军人举起枪杆 模拟作战队形 随着俄罗斯的战火逼近 住在乌克兰南部大港 奥德萨的20岁女孩德利亚 拿起以往不熟悉的武器 做好反击的准备 对和平的心愿很单纯 但却只能靠着致命的武器来达成 这些乌克兰娘子军虽然无奈 但也愿意挺身而出 在必要时站上前线 自己的国家只能自己救 对战争的惶恐 也感染了临近的爱沙尼亚 虽然身为北约的成员 有蒙国相助 总理也强调目前没有受到战火波及的可能性 但不少人未与筹谋自愿接受基础的军事训练 有些人是为母则强 更多人是看到战火近在眼前 想做好最万全的准备 如果美国的国家不断 在美国的战争开始 在美国的军事训练 在美国的必要时 在美国的24日 到美国的中国的中央 有2000万人 已在社会中的爱沙尼亚 已经展示了 大部分的专业 在美国的国家中开出 女性走上戰場可能是搭軍壓盡時 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看著陌生的武器 仔細學習所有的知識 就算不是上戰場一決高下時 最優先的選擇對象 也要守護家人到最後一刻 我的感覺是 如果我需要 如果我需要戰鬥 我會戰鬥 我覺得 這麼可憐 這個2022年 但 我當然想要我的孩子 他們不願意我 進行傷害 或任何事情 但 在同時 我覺得準備好 花上迷彩的裝扮 感受戰地的氣息 已經有超過 三千位二十到六十歲的女性 成為這個婦女防衛組織的一員 我認為 我們在國際上 正在生活著 嚇壞的情況 因為 事情不正常 我們要準備好 我只能不能坐 等待 看到事情發生 也曾經是蘇聯的一部分 面對俄羅斯的龐大壓力 埃莎尼亞對烏克蘭的處境 更是感同身受 因此 就算不容易 也還是努力學習 期待這一切所學的知識 永遠都不要派上用場 你認為這個危險是真實嗎 對 可以 可以 TV的新聞 綜合報導 最近消息一起來看到 北韓官媒週一報導 領導人金正恩宣誓 要發展更強大的攻擊力量 增強國防的實力 金正恩表示 真正的防衛就是攻擊能力 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 才能夠防止戰爭 而北韓必須建設更強大的戰略能力 南韓媒體也報導 北韓除了試射洲際飛彈 也有意再展開核子實驗 另一方面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他身穿黑色平衣 親自監督新型導彈試射 穿著一身黑色酷炫皮衣 戴上墨鏡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24號與兩名軍官坐鎮監督 肥膽試射 瀟灑程度 看著威力巨大的飛彈直衝天際龍行大躍 不僅在場的軍官拍手叫好 而北韓市民們也跟著歡呼 北韓成功試射 新型洲際彈道飛彈火星時期 飛行距離達1090公里 比一萬飛得更高更久更遠 也讓各國心中緊鄰大座 不僅南韓痛批評讓大彩虹線 隨即下立陸海空三軍騎射 熱彈道反制 而原在比利時參加G7會議的美日韓代表 也同聲譴責北韓承諾會加強對應 不過大陸卻表示當前局勢不平靜 各方不應該採取升級局勢的緊張行動 外界普遍認為近期西方都在關注俄務局勢 金正恩不甘寂寞才開始動作頻頻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德國現在有意要建立預先警示系統 避免俄羅斯突然中斷能源 另外全美各地正在遭受高油價所苦 起了個大早趕來 車站已經排到馬路上 還必須出動警方和志工來管制交通車流 因為到這裡加油不用錢 I'm so happy because my tank was empty Well I got fifty dollars worth of gas and I think it was approximately ten gallons of gas 每人有五十塊美元 大約一千四百多塊台幣的上限 在芝加哥共四十八間加油站免費加油 直到大家加到總金額一百萬美元為止 We found out about it Saturday afternoon So it's kind of been a rush to get things prepared Well I got free gas from Willie Wilson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it 而駕駛口中擅捐汽油的威爾森 就是這位正拿著油槍幫民眾加油 在芝加哥生根的七十三歲雙人 Thank you Thank you Some people in Russia were Welter overnight and you train with Welter Can for the next day they didn't breadline 不忍看到油價狂飆民眾日子難過 讓威爾森決定發送一百萬美元的免費汽油 而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慷慨減囊 Well to give people struggle a lot you know People struggle a lot Don't have the income I get gas every day myself And so it's just a need you know 不到一周前 他才捐過二十萬美元的免費汽油 前鎮子疫情高峰 更提供大量口罩給辛苦的貨車問獎們 It feels great It feels great Because like I said Money is tight Especially we have family You got to move around And if gas prices go up higher So we may have to do this again So that's how prices come down 就怕油價飆升之後 緊接著換成電費破表 但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居民可沒那麼擔心 因為打從2012年 他們就從自家全球最大的垃圾掩埋場提煉出天然氣 再轉換成電力 目前每天能為當地1.1萬戶家庭供電 此時此刻 美國總統拜登則在比利時和歐盟領袖們會面 討論接下來兩個冬季將由美國來供應液化天然氣 給痛苦指數更高的歐盟27成員國 歐盟領袖也初步達成共識 目標下一個冬季就會聯合採購美國的汽油 液化天然氣和氫能 一步步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美國之外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之一的卡達 也表示願意與德國企業協商 而這40%的天然氣大多是透過管線輸送 另外還加上27%的石油以及46%的煤炭都是由俄羅斯進口 儘管歐洲消費者目前還有瓦斯可以煮飯供暖 當局也在努力商談替代方案 但德國公共設施企業擔心能源的警鐘已經響起 就在俄羅斯總統普清放話 要不友善國家改用盧布進行能源交易的隔天 德國企業建議應該設置一個預先警告系統 以免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忽然中斷 民眾陷入腫境 至於該不該跟進美國和英國直接制裁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 歐洲國家依賴度太深意見持續分歧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疫情之後又因為戰爭加大國際通膨的壓力 在野黨就建議政府可以用減稅當用因 鼓勵企業幫員工加薪 春季旅展熱鬧開跑 祭出優惠的攤位都能吸引人潮駐足足 大會櫃台也排起長長人籠 等著抽早鳥紅包或拿飲料贈品 反正有免費好康民眾不拿白不拿 買那個住宿券來什麼什麼都好像有一點漲 每一期旅展我們都會來買 然後就慢慢再調價錢 去年前年優惠比較多 今年優惠比較少 我的運算是六折到七折我就會去買 那現在都有八折 有的到九折太高了 什麼東西都在漲 旅遊和餐券優惠明顯縮水 懂得比價的消費者要比以往更精打細算 高物價時代民眾縮減 非必要花費購買力勢必降溫 今年二十六歲 從中部北上打拼的上班族張先生 每個月薪水扣除一萬多塊房租後 其餘多半用在外食或娛樂 眼看物價漲不停 他已經減少外出聚餐 甚至不排斥買極其食品 另一位上班族許先生 每個禮拜都得回台中老家 為了省車錢 他捨棄票價675元的高鐵 改搭便宜400多塊的客運 寧可塞在高速公路上 用時間換金錢 疫情前那個時候 經濟比較充裕的話 會做高鐵 現在稍微降級了之後 就會比較傾向做客運 那第一個省錢嘛 就是說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說就會希望能省一點錢 就是說把開銷省下來這樣子 國內物價漲勢有多猛 足跡總數數據顯示 從去年二月到今年二月 進口物價漲幅超過10%的項目 包括肉類 能源 木材和金屬 像是原油上揚48% 玉米漲了35% 鋼鐵變貴26% 都對食品和製造業造成打擊 財經院提醒 接下來三月CPI很可能突破3% 一旦國際油價 長期維持在110到120美元 將衝擊GDP0.3到0.4個百分點 三月份的CPI可能會 大概應該有機會突破3% 那這個到底會持續多久 其實還是要看原物料的進口 不可能像過去30年的低物價水準 所以這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臺灣今年的通膨在2或者到2.5之間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還是超過了它 而且大部分的行業 比如說航運業 金融業 製造業 他們很多今年的加薪或者獎金的幅度 也都比較高一些 所以如果你能夠超過通膨的話 那這個物價的上漲 其實對民眾的痛苦感是可以降低的 說到加薪就傷心 而且薪水再怎麼調 也追不上狂飆的物價 在野黨呼籲 政府應該以減稅當誘因 鼓勵企業幫民眾加薪 今天如果有10%的中小企業 他願意來做增加調薪 可以讓基層的員工增加 47.4億的薪資 而且是可以創造 27.38億的民間消費實力 央行升息後 國民黨也主張 政府必須共體時間 青年安心成家購物貸款 利率不能超過1.56% 住學貸款利率也應該降到0.5% 萬物接漲 隔包越來越貶 民眾恐怕要有過苦日子的心理準備 TVB的新聞 陳宥祥 戴元利 台北報導 疫情之後也加速家電智慧化的升級 來看最近在大陸家電市場 非常火紅的洗地機 無論地板乾的還是濕的 眼前這台洗地機都能處理 聽朋友介紹吧 是他用了一個洗地機 就是廚房之類的那個油脂 直接的話能擦能洗 集結了掃地洗地拖地功能 唯一提的洗地機 價格一般在人民幣3000到5000元左右 明顯比普通吸塵器貴 卻是大陸近期家電市場的一款爆紅產品 清潔來的小家電產品增長了80%以上 像這種洗機產品增長了50%以上 本來普通的清潔家電透過智慧化升級 價格和產品地位要深一階 大陸家電市場在疫情下抓準 宅經濟和懶人經濟找到商機 這個是我入手的這個非常喜歡的一間小家電 就是它也可以連接手機 然後它會每天提醒我喝水 我今天喝了多少的量 然後它會告訴我還差多少 雲水機透過藍牙連接手機 不僅能操控溫度 最重要的是能記錄用戶喝水習慣 還有這個自帶食譜的蒸烤箱 意中內建食譜準備好食材 跟著操作即可 市場分析這類智慧家電 消費主力大多為年輕人 第一個他們很追求這個科技智能 第二個他們非常追求有個性 然後有這種新科技的一些新的產品 去年大陸家電零售規模 達人民幣7603億 同比增長了3.6% 產品走向智慧化提升了價格和吸引力 但過度智能卻也出現問題 像是大陸家電網 近期針對50歲人群做的調研報告 其中竟有97%的用戶 在使用智慧電視時遇到困難 打開電視不再是一個按鍵一個選項 遙控器按鍵多選項複雜功能越多 反而越難用 功能越多越複雜 很可能它會造成我們使用上的不便 所以這就需要我們廠商去找到我們的功能的複雜性和全面性 以及使用簡單性之間的這樣一個平衡 開始有品牌也注意到這項問題提出改善方案 像是智慧電視內建長輩模式 語音操控不用煩惱 對著遙控器要按哪個鍵 而且還能識別24種大陸方言 如果真的還是不會用 沒關係求救遠端的家人也很方便 先前大陸國務院就曾發布通知 關注智慧產品試老化改造問題 家電想走向智慧化升級便利易操作的本質 恐怕也得考慮周全 才能迎合更廣大普及的市場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元宇宙的議題越來越夯 而主打虛實整合的智慧眼鏡也成為趨勢 智慧眼鏡戴上去之後視角完全不一樣 像現在我們在這個智慧展廳 看起來的現實東西都一樣 不過在我眼前就出現了四個方格 只要透過我的手部揮動 它會自動的感應出現我要的東西 未來運用在生活上也相當方便 戴上智慧眼鏡手揮搖擺 外觀上看起來就是擺動 但其實戴上眼鏡的我看到的是不同傾向 我要抓哪一個過來看 再推哪一個回去 就像這樣的情境 透過智慧眼鏡上的感應器 左揮右擺就能把畫面中的區塊 任意挪移或調整 而且背景還是現實場景搭配 這樣虛實整合的效果 未來有機會運用在更多場合 我個人的判斷 現在如果說我們的智慧眼鏡要能夠普及化 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光學 近眼光學 這個近眼光學 就是一個元宇宙的一個視網膜革命 近眼顯示 它已經把所有的數位內容訊息 已經打到你的視網膜了 像是另一個場景 畫面上看到的是一個摸字型的空間 但戴上智慧眼鏡 同樣透過白手感應 就能任意挑選家具款式 顏色 這樣的方式能有效分配展場空間使用 而且還可以客製化挑選 智慧眼鏡成了未來新趨勢 硬體的載具成熟了 再加上人機交互的一個方式 已經更人性化了 這個時候AR的一個發展 就會快速的比過去十年 所以我的判斷是在未來三年裡面 會比過去十年的發展更快速 前面出現很多視窗 黑色外觀 曲面鏡面 眼前這款智慧眼鏡 能透過視覺測效 達到開會 影片播放 以及互動式情境效果 大多運用在電玩遊戲上 但未來隨著科技普及 融入生活的機會也越來越高 像是拍照 拍影片 聽音樂 打電話 都會成為基本功能 包括現在所謂的5G還有其他ICT技術的眼鏡 都造就了這個產業鏈更成熟 現在包括所謂大家都在談的元宇宙的部分 這個部分不管是從在設計開發 甚至於產業鏈裡面的包括晶片 然後包括整個的一些驅動 都可以讓這件事情發生 智慧眼鏡方便快速 但未來也得強調使用性 也就是往輕量化 多元性發展 業者表示因為電池的問題 5年之內還沒有辦法拿掉電線 但看到未來的5年 智慧眼鏡將會大幅成長 還沒有辦法取代手機 但可以跟手機並存 讓手持科技逐漸變成穿戴科技 大家會覺得以前的VR眼鏡太大太重 那現在其實有一個趨勢就是 把VR眼鏡的輕量化 那輕量化就會變成做得好像 就跟我們一般戴像我這種戴眼鏡 其實是一樣的模式 那你也可以透過裡面的內容 你可以去看到說 偶元宇宙相關的 你可能要去他們的虛擬的一些世界 穿戴科技成為未來新趨勢 根據市調機構表示 去年第四季全球穿戴式裝置市場創下新高 出貨量達1.71億台 比2020年同期成長10.8% 去年出貨量共計5.33億台 比2020年成長20% 穿戴裝置仍以藍牙耳機佔比最高 幾乎佔了三分之二 智慧手環智慧手錶解決在後 另外智慧戒指還有智慧眼鏡 在去年第四季也都有超過九成的成長 各家大廠包含蘋果三星華為 都在搶攻智慧穿戴商機 因為AI相關有個好處就是 你今天你透過戴了他的眼鏡以後 你可以透過你可能要導航 然後或者是你要相關的一些資訊 他是透過眼鏡上面相關的一些訊息 你可以知道說 我就不用拿手機跟Apple Watch出來 我一樣就可以去找到相對的位置 智慧眼鏡帶起風潮 輕量化跟電池耐力是未來關鍵 利拼穿戴科技強調使用多元各家大廠摩拳擦掌 TBH新聞 燕群紅來民台北採訪報導